在新北市有一名國三男學生 他昨天是為了要替他的乾妹妹出頭 居然拿著這個彈簧刀割喉別班的男同學 導致這名男同學命危到現在都還沒有脫離險境 那警方偵辦之後呢 是將這一名行凶的男學生 以及涉嫌教唆的女同學 雙雙依照殺人未遂罪送半 昨天晚上10點多移送少年法庭 少年法庭在今天上午也裁定了 這名少年收容少女則是責妇監護人 根據了解這名少女 昨天中午到事發班級去找閨蜜 被男同學A驅趕 對方說這又不是你的班 導致那少女離開之後心有不甘 跑去向甘哥哥也就是男同學B哭訴 而男同學B聽到之後為了替乾妹妹出氣 馬上就跑到了事發班級 要找男同學A理論 結果雙方因此爆發激烈爭執 男同學B就拿出遇藏的彈簧刀攻擊 並且朝著男同學A的胸口還有脖子 連砍五刀造成她命危 緊急送一搶救到現在都還沒有脫離險境 而警方偵犯之後考量男同學A生命垂危 而且少女坦承自己教唆犯案 涉犯情節重大有殺人犯意 經過寢視少年法庭後 將兩個人以傷害罪改為殺人未遂罪送辦 在昨天晚上十點多移送少年法庭 而今天早上少年法庭裁定 少年收容少女擇負監護人 新北市一所國中二十五日中午 發生一起嚴重衝突 一名國三的男學生持刀劃傷 另一名男學生的頸部 造成對方大量失血 當場失去呼吸心跳 行為人進到這個受傷學生的班 因為不是他們的班級 可能因為這樣有一些衝突產生 而衍生後續的事件 據了解當時這名受傷的男學生 發現一名別班的女學生 跑進他們班上找閨蜜 於是出言訓斥 你又不是我們班的 並要求對方離開教室 女學生也奮而甩門走人 接著去找她的乾哥哥 也就是國三的 另一名男同學哭訴 這名乾哥哥便帶著 遇藏的彈簧刀回去理論 進而在教室內爆發肢體衝突 男學生被彈簧刀砍到血流不止 當場失去生命跡象 警校獲報後 立刻將人聳移救治 並安裝夜客膜搶救 截至今天上午十點為止 這名受傷的男學生 已經恢復呼吸心跳 但仍未脫離險境 互不相識的兩名男學生 竟因衝突 釀下大禍 涉嫌教唆的女同學 以及乾哥哥 也被依殺人未遂罪 移送少年法庭 後續學校將會針對 事件盡快做一個釐清 並提供相關學生的 一個積極輔導措施 而受害男學生的家屬 現在也在網路上發生了 就表示不敢想像 自己的外甥去上學 結果就這樣不見了 而且加害的 還是同校的另一名學生 而家屬也透露說 醫生有說 如果是缺氧太久 就算是裝夜客膜 也有可能會變植物人 郭三生拿著彈簧刀 割傷同學一試破光之後 震驚外界 有一名自稱是 受害者家屬的網友 也在D卡上發文指出 受害學生是他從小 抱到大的外甥 我不敢想像 我的外甥好好的上學 人卻不見了 而且殺人的 還是同校的同學 這就是蔡英文執政的 社會安全網嗎 受害家屬也透露 說老師又說 加害學生和乾妹妹 已經是校內的頭痛分子 而且這個 造縮的最可惡 如果沒有他 去找乾哥哥哭訴 我的外甥根本不會被殺 什麼狗屁少年事件處理法 犯罪就一律刑罰 處罰好嗎 而家屬最後也透露 說醫生有告知 如果缺氧太久 即使裝葉克膜 未來也等於是植物人 而他們已經做好準備了 而針對這整體的校園意外 台大的急診醫生就表示 如果頸頭脈遭到化傷 很有可能在3到5分內 3到5分鐘內 就有可能會死亡 務必用手 盡力的壓住傷口 這個可是重要的救命關鍵 頸部出血事件該如何處理 急診醫生李建章說明 若割到頸頭脈後 沒有做處置 3到5分鐘內就會死亡 第一時間唯一能做的 就是加壓 然後叫救護車 加壓時要有很大力的壓下去 而且不用擔心腦部缺血 因為血流會從另一邊的血管 持續送往腦部 不過李建章也說 頸部加壓比較困難 只能找出正在偏鞋的出血點 並且用最大的力量壓到底 不像一般的四肢出血 可以用直血帶綁住 正常如果有膠帶 可以協助往傷口四周固定 但需要注意不能環繞 否則另一側的頸頭脈 也會沒血流 臨床上遇到類似的狀況 李建章指出 其實幾乎都救不回來 先前在高雄長庚醫院的地下街 也曾經發生割警事件 傷者很可能在幾分鐘之內 就會失血到難以救回 而針對這整齊的校園意外 整形醫學專科醫生 江冠宇他就感嘆 就算之後有裝葉克膜 也有可能 傷者醒來 醒來之後 也有可能將面臨 完全不一樣的人生 江冠宇在臉書粉絲團表示 男學生就算用了葉克膜 救回來 恢復了呼吸反應 但前面無生命跡象越久 代表腦部缺氧越久 可能會有後遺症 傷者醒來可能就是 完全不一樣的人生了 他看了事件細節後發現 這整場事件 根本不是偶發意外 而是校園安全的落實 每一環都有問題 將關於感嘆 同學們都發展到了 找危險人物當靠山 顯示了校園暴力 凌容忍的觀念 形同不存在 一點道德觀念都沒有 老師在扮演什麼角色都不知道 這就是標準的黑暗校園 這個社會連對蘿蔔刀都感冒 發生這樣的事情 不覺得很諷刺嗎 我如果是這間學校孩子的家長 哪怕不是相關班級 也絕對不會讓我的孩子 繼續待在這間學校 受傷的男同學 都現在都還沒有脫離險境 醫生就示警了 說目睹校園割警案 恐怕會導致有人產生創傷症候群 而這間學校的校長也表示 教育局將會派駐輔導諮詢中心的 社工師到學校 除了發生事故的兩個班級 也將會針對全體的國三學生 還有老師提供輔導諮詢 這一間學校的校長表示 受傷學生到現在 還在家戶病房觀察當中 應家屬要求 傷勢不便透露 但是希望各界集氣 而針對昨天目睹事故 發生的兩個班級學生 今天將啟動入班心理諮商輔導 教育局也派駐輔導諮商中心的 社工師進駐 提供國三生12個班級學生 和導師們心理輔導諮商服務 尤其國中會考將至 希望可以儘快穩定實聲心情 而針對外界質疑 辛凶的男學生 為何帶危險的彈簧刀到學校 校長坦言 這一名男學生過去就有偏差行為 但學校並沒有掌握到 為何學生會帶危險物品到校 一切交由警方調查 學校未來也會依照 教育部相關輔導管教辦法 希望可以盡可能 預防學生帶危險物品到校 帶大家來看到的是鴻海集團創辦人 郭台銘的連署書的會選案 屏東地檢署呢 在昨天上頭是前往了屏東縣議長周典論的住處 兼服務處來進行搜索 並且把周典論還有他的女兒周孟榮給帶回詢問 向屏東地議院升押禁見 而法院在今天凌晨也裁定了周典論 擠押禁見 而他的女兒周孟榮經過覆訓之後 則是預支50萬元交保後傳 郭台銘先前為了參加2024總統大選 展開全國連署 而周典論當時表態支持 還傳出替郭台銘宴請地方禮賬 不料事後卻傳出地方人士 以每份200元的價格收購連署書的事件 屏東縣地檢署獲報之後展開偵辦 在10月26號查獲了誠信嫌犯等三個人 涉嫌對連署人交付賄賂 將三名嫌犯逮捕並且升押禁見獲准 而溯源偵辦時又發現 潮州政長周品權也涉入其中 在逮捕周品權之後 在11月19號向法院升押禁見獲准 而屏東地檢署持續追查 結果再查出屏東縣議長周典論疑似也有涉案 隨即向屏東地院申請合發搜索票 在昨天拿著搜索票前往周典論的住處 及辦公室執行搜索 並將周典論等人帶回約談 法院在今天凌晨裁定周典論 擠壓禁見女兒50萬元 交保後傳 而面對周典論的風波 國民黨副總統候選人趙少康今天表示 這是政治收押有雙重目的 趙少康表示 第一 郭台銘現在不是候選人 第二 就算連署過程有問題 那麼急著在選前三週押人 押議長是很嚴重的事情 議長是地方選出來的具有民意的基礎 把他收押禁止接見這很嚴重 趙少康認為檢察官受到政治影響 這是政治收押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目的是壓制議長在屏東的服選 這很奇怪 星期天晚上還受邀站臺 周待東港有站臺 怎麼禮拜一就收押了 星期天東港橫圈人非常的多 這是壓制周典論在屏東服選 第二 更重要的是威脅郭台銘 據說最後能夠接到郭台銘的人 就只有周典論 郭台銘的弟弟郭台強好像不在國內 不敢回來 而現在把周典論給壓起來 是要警告郭台銘 給我小心一點 不要跳出來支持侯康 郭台銘的支持者 經濟欄都會受到影響 檢察官一學二鳥 檢察官的動作令人質疑 收押禁見 選舉這麼近 非要在這個時候壓人嗎 不是很奇怪嗎 周典論被壓 郭台銘會怎麼樣 還敢出來挺我們嗎 檢察官這個動作 真的不簡單